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尽管有时候 希望生命是另外的样子 更加自由 更加顺应 人世万物的惯常之流 我却知道 正是像这棵树一样 孤僻地活着 没有见证的开花 才能得出如此高质量的美 她耗尽自己的热气 从孤独里 开出纯粹的花 像不被接受的献祭 呈在神明的圣坛之前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 出自卢伊斯塞尔努达的 奥克诺斯 在静波频道当中 播出过的 陈丹青先生的文字 都特别受欢迎 那么 陈先生在很多场合 不止一次地 提到过一个人 穆辛先生 穆辛先生是陈丹青的导师 对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在穆辛先生去世之后 陈丹青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大家介绍穆辛先生 我也是通过他 了解了穆辛先生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一起来通过一篇短文 来感受一下 穆辛先生的这种文学上的气质 如果你喜欢本文 欢迎把它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论美貌 那篇 美貌是一种表情 别的表情等待反应 比如悲哀等待怜悯 威严等待社服 滑稽等待嬉笑 为美貌 无为 无目的 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 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其实 是被感动 其实 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 就是爱 这个意思 既运吉 又坦率地随时呈现出来 拥有美貌的人 并没有这个意思 而美貌 是这个意思 当美貌者 并聚别人的爱时 其美貌 却仍是这个意思 爱 所以美貌者 难于并聚别人的爱 往往遭殃 用美貌 这个鲜艳的基本表情 再变化为别的表情 特别容易奏效 所以 演员总是以美貌者为上选 日常生活中 也是美貌者 进展优势 那变化出来的 别的表情 既是含义清晰 又反而强化美貌 可见 这个基本表情的功能之大 鲜艳性之肯定 美貌者的各种 后天的自为表情 何以如此容易感动人呢 因为 其实 已被鲜艳的基本表情感动 既知是程度的极具增深 或者角度的顺利转变 美貌的人睡着了 后天的表情全停止 而美貌是不睡的 美貌 不需要休息 倒是 由于撤除富家的表情 纯然只剩美貌 这一种表情 就尤其感动人 故曰 睡美人 人老去 美貌衰败 就是这种表情 终于疲惫了 老人化妆 整容 是强迫坚持不疲惫 有时 凡显的疲惫不堪 老人睡着 见得更老 因为 别的富家的表情 帅而退静 只剩下衰败的美貌 这一种惨象 光荣烧熄 美貌的废墟 不及石头的废墟 罗马西照 工人平调 美貌的残局 不忍足堵 论美貌 外偏 在脸上 接替美貌 再光荣一番 这样的 可能有没有 有 智慧 很难 真难 唯有 唯有极度高超的智慧 才足以取代美貌 也因此 爆肠了某些年轻时期 不怎么样的哲学家 科学家 艺术家 老了 像样起来了 风格起来了 可以说 好看起来了 到底是一件 痛苦的事 那些天才 当时都曾与上帝争吵 要美貌 上帝不给 为什么不给呢 不给就是不给 这是上帝的隐私 上帝 有最大的隐私权 拆穿了 也简单 美貌 是给蠢人和懒人的 争得满头大汉 历劫生思 只落得 兴兴然 拖了一袋天才 下凡来 所以 这天才啊 往往秃顶 嗓子 也不是太好 你再活下去 就好看不成了 拜伦 辩论道 那么天才 还有没有用完呢 上帝翠之 是成全你呢 给人世留个 靓丽的印象吧 还不快去洗澡 把希腊灰尘 土耳其灰尘 通通冲掉 拜伦 垂头而邪腻 上帝老是这样 啰嗦 用词 何其仓俗 靓丽的 其实上帝逗他 见他穿着 指挥官的军服 包起彩色头巾 分外英爽 他懒洋洋的 在无花果树下 泼水抹身 上帝呢 化作一只金丝雀 停在枝头 这也难怪 上帝进来 很寂寞 拜伦叹道 哎 地下天上 瘸子只要漂亮 还是值得偷看的 树上的金丝雀 鸡的一声 飞走了 董小姐 你从没忘记 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董小姐 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 就像岸河桥下清澈的水 董小姐 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 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 嘴上一句带过 心里却一直重复 董小姐 董小姐 古老的夜晚 时间匆匆 陌生的人 请给我一直拦住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野皮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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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熄灭了烟 说起从前 你说前半生 就这样吧 还有明天 董小姐 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 在五月的早晨 终于丢失了睡眠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一批野马 爱上一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 董小姐 董小姐 谁会不厌其烦那安慰那无知的少年 我想和你一批野马 我想和你一批野马 不顾那些 不顾那些 所以 偶き面 想和你一批野马 我要…… 出去 都想和你一批 하나 都想和你一批野马 想和你一批野马 基本道程 pass线 你又没有东西 自己来象 给你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